黃毓民 去年12月方剛和王國興提出了動議 金乃威修正 我們開的假是 政府豁免全港小販牌照費用一年 以及全香港公眾街市租金兩季 經過這個委員會通過 你是當我們廢柴 你現在還價給我們 街市租金一季減兩成 我們通過要兩季 全部百分之百 你是兩成 折合即等於一折 10% 我們開價還一折都膽敢死 你試過跟人講價還一折 你去買東西試過嗎 那些人當然是獅子大開口 開天殺價 然後你就落地還錢 現在就是這樣 還一折都膽敢死 說的是千百萬 然後固定攤位 百二萬都膽敢死 減來做甚麼 政府在這個環境 我們坐在這裏有個屁容 每個浪費時間就發一瘋 通過動議 你完全當作無道 那你為何浪費時間 知道那麼多人工 坐在這裏聽我們說話 搞兩小時 兩小時你除一除花多少錢 我告訴你 支份薪給你們這班人 兩小時你開會花多少錢 你都無視社會 即是那個反應 現在那些小販 或者現在這些 即是靠家爺仔拿 找兩餐飯吃的那些 現在面臨的困境 你是熟事無盜 應酬一下我們 還你一節 這算荒謬 我現在不是不給你們面子 還要在財政預算案裡反映 所以這個財政預算案 老實說如何值得支持 你們現在認為政府 減少那些人 接著又支持財政預算案 你現在精神分裂嗎 所以我們一定反對 你這個做法 我們要表示抗議 民主派要求財政司司長加碼 加二百二百二百五十億 他還你二十五億 你猜你收不收貨 我看你們好像收貨 如果是這樣 他可能二十五億也不還給你 現在在這裏 叫做順應民意 十分一不交貨 這是很離譜的一件事 如果這樣 開這些委員會開來做甚麼 你喜歡怎樣做就做 大家何必行禮而宜 通過的 是嗎 各黨各派 在這個事務委員會裏面 一致通過的 你都夠膽死還一折 現在譴責你 我告訴你 政府有沒有回應 多謝黃議員的意見 為何還一折 你解釋給我聽 都沒有道理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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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決定是怎樣來的呢 為甚麼 你怎樣計算呢 政府考慮是甚麼呢 那麼少錢 喂 上次你局長已經說了 沒用的 張議員提到口頭質詮 我最記得了 我是有份幫拖的 是嗎 沒用的 在整個成本來說佔很少而已 叫他減掉那些酒牌費 食物的牌照費 全部叫你減 是嗎 沒用的 那我就說了 勿以善小而不為 是嗎 勿以惡小而為之 你今天專門做些惡事 你就累積那些民怨足夠 民怨七一然後上街 是嗎 就是這樣 你喜歡這樣做的 原來是辛恨 是嗎 即是不被人罵 即是是辛恨的 是嗎 一天又說粗言畏語罵你 現在我和你斯文一點 是嗎 勿以善小而不為 上次跟局長說過 又不懂解釋 是嗎 一折 你真是夠膽死的 為何回來會是這個結果 知道嗎 副局長 不是 剛才你沒有提到 是上次通過 喂 代表整個立法會 是民意 阿哥 你夠膽還一折 你說五成 我脆脆的 我都算了 一折都夠膽死的 副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黃議員的意見 我剛才在那個 開場白都說了 因為今次在財政預算案 財政司司長宣佈減收 政府物業和土地 短期租約20%的租金 如果你看到固定攤位 那個攤位費 這是一個相類似 性質相類似 所以同一個幅度 是減一季20% 這個數目是從這裡來的 即是你這些是僵化 是嗎 兩個字形容就是僵化 是嗎 因為僵化政府要來做甚麼 是有彈性的 非常時期 有非常手段 你不是沒有錢 那些錢是我們的 OK 我要給其他同事發言 梁家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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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